第一句已經中了 我哭都不會讓你看到那種 我是這樣的 希望大家看到我 alright的樣子多於不alright 我覺得很多東西都很堅持 很搞笑 因為很搞笑的 經常說堅持這個詞 有時是做訪問 有時是朋友 他們就會開始挑戰我 讓我看看你有多厲害 你怕不怕蟑螂 不怕 你怕不怕老師 又不怕 你懂不懂換燈膽 我懂 說所有東西我都懂 糟了 怎樣啊 全部東西又不怕 又全部都懂 很多東西都自己會處理 我說我是那種 我買完傢伙自己會砌 我習慣了很多東西 自己去處理 因為我做事快點 我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我就說很快就可以解決 如果有時又沒有耐性 跟別人說 我需要你這樣 說得來我已經做完了 類似這樣 所以我就會 自己去做很多東西 我不會覺得我是女生 我就要別人幫 我也不會 加上其實我覺得是 從小到大的培養 我家裡只有我姐姐同學 沒有兒子 沒有哥哥 或者弟弟 很多家務 很多洗車 我都要我跟姐姐去做 你不能說 女生不做這些 哥哥你做吧 沒有這些 然後我中學又讀女校 所以已經訓練了很多東西 是女生都可以做的 反而我出來社會工作 才知道原來我可以這麼輕鬆 可以交給別人 一出來工作 很多很有風度的男士就會說 你有沒有叫我坐在這裡 這些我們會搬 我在香港自己生活這麼多年 我有一開始 我完全覺得沒有問題 我完全覺得沒有問題 有問題也不是問題 我也是可以克服的 所有事情都是 只要我不放棄 只要我不害怕 我就可以化解所有事情 有一次就去到 有一個階段 就是完全推翻了我這個信念 那段時間最迷惘 那段時間就是沒有公司 沒有support 家裡不是在身邊 有沒有朋友 完全天天不知道在做什麼 在那裡等待 看不到前路是怎樣 那段時間就是我最不alright的那段時間 我很多事情是重新要去 重新去認識自己 我一直覺得我都很tough 去到那個位置我覺得我一點都不tough 不想tough tough不了 又很害怕 每天都 又覺得沒有信心 我一向都是很有信心的人 去到那個位置失去所有的信心 覺得自己什麼都不行 怎樣去調整 就是幸好我有一個很不服輸 很不願服輸的心態 運動員的心態 未去到最後一秒都不安放棄 就是你要沖完線 你才可以跌低 你才可以叫白車 就是你沒有一半 就說我不跑了 不會的 沖車也要最漂亮的 對啦 就不停跟自己說 你再走過去 每天走一小步 你總會到你的目的地 不停在這裡跟自己說 每一天都要推動自己 但是這個其實都是一個過程 不要因為一天兩天的失敗 而肯定自己一定要失敗 因為你的成功是要經歷一百次 一千次的失敗 你要相信自己 總會走出來